穿戴甲创业奖重点 小白必须知道第一天 创业物料清单 它的上面是可以放置我们的甲拖 包括说放一些功能胶 然后它的下面因为空间大 它是随便放 你就不怕你的甲胶会撞到我们的美甲灯的旁边 一只灯也是我们常用的 比如说我们贴转贴视频的胶的话 我们刚开始新手不要买太多 你就先买几个这种实色的 就是你想要做的款式的实色的 然后再买几个自己常用的透色 比如说像我这个色摆的话 就是比较常用的透色 那这样呢 你就不会造成铺张浪费的结果 温冷胶新手的话 你只用买这几个就可以了 底胶封城 不沾粉磨砂封城 还有就是我们沾转沾视频 需要的溜边封城胶 然后就是我们的磨砂封城 加固胶选择我们的软态加固胶 然后沾转胶买一瓶麦亚糖 或者是这里装的都是OK的 你先买稍微便宜一点的笔 我常用的就是少少笔 万能笔 平头笔 长大线还有短彩会笔 很推荐大家入这种大方圆笔 因为它的笔头比较大 我们刷色 我们涂单色涂底色的时候 它速度就会快 我们要用到的零碎小工具的话 基本上都在这儿了 水晶胶带的话 有这种已经给我们裁剪好的 也有这种一卷一卷 你调色纸的话 可以去收牙科调合纸 它会便宜很多 而且它是一篇以后 你用完了试料就很方便 然后这是我们的洗笔杯 洗笔杯买这种稍微少一点就OK 拍拍照要用到的三件套 刷夹大海牛 和我们的小的海牛块 搓条准备这三个就已经够用了 试皮前拿来处理贴纸 贴纸杂钾的话 拿来可以剪我们的链条 或者是细杂 点钻笔 可以拿来贴我们的钻 或者是珍珠或者是钢珠 这胶笔拿来做雕花 或者是我们软糖雕去调整它的形状 这种涂鸭笔也一定不要错过 它拿来做这种涂鸭款 很方便 它用来清理掉我们打磨之后的灰尘 软齿的话就是测量我们甲片的尺寸 鳞片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这种超大瓶装的 它买下来的话会更划算一点 那样选择我们这种双面米克模的甲片 大家也可以去选全码的甲片 比如说他们两个都是他们两个都是全码的 然后也可以选择这种分码的甲片 就很适合摆摊的姐妹 或者是你想做成品之间拿出去卖的姐妹 它是分码的 它就一片不会浪费 甲脱的话其实这三种都可以 小的甲脱的话 建议大家是四大一小的这种结构 它会更方便于我们做参戴甲 特性胶的话 我们经常就会用到石膏胶 黑色和白色色的拉丝胶 常用到的金属胶 能入彩获胶的时候 可以先选黑白两色 还有我们的三元色 去给它调色就可以了 拍胶也是必不可少的 拍胶胶对于新手的话用起来是真的很方便 所以说拍胶胶 你们一定要去入 嫌弃的话可以入这种九宫格的 这种不同甲型的美甲印章 在纸上练习一些款式 或者是设计一些款式 需要赠送给顾客的一套小工具 给我们打包的包材 我们的飞机盒 这种薄的这种纸 还有我们的快递袋 这种用起来特别方便自己 做客单的客户定制详情卡 这个卡片就是我们做好了之后 贴在上面 然后寄给顾客的 有问题评论区建议